女人一口气买了30条内衣 事后 她特意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然后拿出内衣 使劲往脖子和腋下的地方擦 然而 她觉得味道还不够 又将内衣在鞋里蹭来蹭去 这下味道绝对够了 完事后 女人将这些内衣打包好 发给了全国各地的变态 她为何要这样做 是钱 有了钱 她才能让女儿过上好日子 没钱 现在的她 只能和女儿挤在拥挤的地下室 女儿想要间 带窗的房间 她也只能靠画画 来实现女儿的梦想 女人叫阿梅 是个单亲妈妈 今年才20 就要抚养个5岁半的孩子 为了省钱 她会凌晨12点 带女儿去逛超市 只会买打折的商品 有时 趁老板不备 还会偷点东西 阿梅知道 这样做不对 但在疫情的影响下 她已经失业很久了 直到这天 她遇到个 叫宰哥的老板 说是老板 其实整个公司 就她一个人 十几平米的小店 受疫情的影响 自身都已经难保 不过 她见阿梅可怜 还是决定把她留下 宰哥知道 她没钱让女儿上托班 特意允许 她工作时将女儿戴上 但这一天 在给一处别墅 做保洁时 阿梅在富豪家里 发现了很多儿童口罩 她被震惊到 因为口罩在当时 非常紧缺 花重金也不一定买得到 想到女儿 还在用成人口罩 而且还是反复使用 阿梅觉得 富豪家这么多 少几盒肯定不会发现 于是 便偷偷给女儿 拿走了一些 但第二天 宰哥就找上门 原来 是富豪发现了 阿梅解释 一颗口罩 现在六百多 自己还要养活女儿 吃饭上学 根本买不起 没口罩 就意味着女儿 随时会被感染 可富豪呢 用不完 还吞那么多 他觉得不公平 难道他们穷人 就只能坐着等死吗 谁知宰哥却说 最终 宰哥独自承担了富豪的损失 阿梅的工资 也一分没少地发给了他 但因为损失了个重要客户 阿梅 还是被辞退了 于是 没了收入的他 又开始买原为内衣 这一天 宰哥看到一户有钱人 子音脸上的口罩 戴着不舒服 就随手扔掉 换了个新的 他想到了阿梅 不是被生活所逼 谁会这样堕落呢 看到阿梅带着女儿 在买打折的商品 他决定再给阿梅一次机会 并且还给她涨了工资 但几天后 在家KTV里 阿梅又把一只手表 偷偷塞进兜里 原来 这是女儿刚捡的 阿梅认为 客人落下的东西 不要白不要 可在临走时 女儿的一句话 让她沉默了 思考片刻 他还是决定 把表还回去 他不能让女儿失望 更何况 他还答应过宰哥 而宰哥 也好像明白了什么 发工资时 特意多给了200 随着两人的关系 越来越俗 宰哥这才知道 阿梅是几年前 意外怀孕 但渣男却不肯负责 家里更不同意 他生孩子 一戏之下 他便选择了 离家出走 独生女人 带着孩子真的很苦 朋友们都劝宰哥 要珍惜机会 买大正效 多合适呀 宰哥虽然喜欢阿梅 可有种摸不开面子 直到这天 喝了点酒的他 终于鼓起勇气 说要把这店 分阿梅一半 并让他别住地下室了 和女儿搬到自己家 反正自己住店里 防止空着也是空着 但阿梅 想要更好的生活 还没有做好 接受宰哥的准备 宰哥决定 说出自己的心意 但这时 屋外传来 急促的敲门声 是海关检测人员 原来有人投诉 他们用了假的清洁剂 从阿梅的紧张表情来看 这事又是他干的 最终 法院对宰哥 进行了罚款 而他的店 也因为这件事 彻底倒闭了 愤怒的宰哥 欲哭无泪 他找到阿梅 想问他 到底怎么回事 但阿梅 只会一个劲地说 对不起 失业的阿梅 因为欠房租 带着女儿 偷偷搬离了地下室 而宰哥 因为公司倒闭 也只能 去当了名保安 几个月后 两人意外撞见 女儿也只能在这样 脏乱差的环境学习 更过分的是 有个变态 边看淫秽视频 边做龌龊的事 期间 还故意让阿梅 去给他拿可乐 见阿梅有些害羞 还故意拿张整钱 让他找灵 这一幕被宰哥撞见 他一袭之下 将水泼在了变态脸上 然后 把阿梅的女儿 带离了这里 他指责阿梅 让女儿 待在这种地方 他根本不配当一个母亲 但阿梅解释说 自己尽力了 只想尽力 宰哥被气得火冒三丈 自己的店都整没了 他又做了些什么 刚要发火 随着阿梅女儿 却哭了起来 说清洁剂 是他打翻的 要骂就骂他吧 别骂妈妈 原来 是阿梅女儿 意外弄撒了清洁剂 因为疫情 又订不到货 为了不影响工期 阿梅就在网上 订了批三无产品 知道真相的宰哥 沉默了 几天后 他卖掉了自己的车 并将车钱 交给了阿梅 让他用这笔钱 给女儿换个好点的住处 然后再上个托班 走投无路的阿梅 接受了这笔钱 不过 他说他每月都会还 直到还完为止 虽然宰哥 并没打算要 结尾 阿梅找了份新工作 生活重新走上正轨 但唯一遗憾的是 他没有很 小红书